- 范冰冰失蹤4個月後,終於承認逃漏稅, 補稅年罰款高達8.8億人民幣。 中國稅務部就說,只要可以在限期前找數, 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。 而范冰冰也在聲明中說, 會盡全力克服一切困難籌錢交罰款。 有傳8月中,有一批北京物業低價拋售, 總值接近10億人民幣。 當中亦有知名明星社區物業, 有人就推測,賣價就是范冰冰。 至於未吩咐理晨,都有傳賣4合院幫手籌錢, 都算是患難見真情。 到底8.8億對范冰冰有多少呢? 看回這幾年的中國名人榜收入, 自從2013年開始,范冰冰年年都找錯排行榜第一名。 由2012年的年收入1億, 到2017年已經攀升到3億。 所以這次首當其衝被罰, 不少人都認為是要殺一警白。 稅務局都開聲, 說其他藝人今年之內主動補交稅都可以既往不夠, 下年抓到就要重罰了。